我要退出影壇 语出惊人 小S在脸书破出自拍影片 片中突然宣布自己要退出影壇 让粉丝都吓了一大跳 刚刚做了一件让我自己 很不爽的事情 是丢脸吧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S继续说下去 我们以前曾经有故意到 Apple Store闹过那个店员说 我们要买Samsung 看到Apple Store我就想到这件事 我就转头要跟我的员工说 要是Apple Store买Samsung 所以我还发现两只陌生人 原来是想闹身边的工作人员 却认错人 真的好糗 小S继续自嘲 再怎么红还是常丢脸 有粉丝留言调侃 要先拍完电影才能退出影壇 来 赶快拍到女生 你会看到大家会有多灵类 康熙来了停播后 小S将大部分的重心 都放在家庭 日前她还在脸书续续 写下女儿们 如果有一天妈妈贫死了 就烧一烧 要树脏 要随意撒都OK 只要合法 妈妈一点都不care 我无论在哪都深爱你们 突然的真情告白 让网友大呼 也太感性了吧 投入家庭生活一阵子 小S下个月即将录制大陆新节目 制作单位更找来12位男生来助阵 吴奇隆和黄渤 高云祥等人都会上节目和小S互动 一向古灵精怪的小S 在新节目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让粉丝非常期待 记者线文 想方风蓝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